石王司判官 雪姨 有时便讲 我的时间不多 大家好 我是爱源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雪姨如今究竟该怎么玩 雪姨最全讲解攻略 基础篇 队友篇 雪姨自上线以来 其队友相较于1.6版本有了更多的选择 左有花火 枝羹鸟等五星 又有最近新出 并且热度非常高的铜鞋组 让雪姨这名远在仙州的判官 也第一次见识到了铜鞋的力量 在雪姨除经历了数个版本的实战后 我们来展开聊聊 雪姨的这个版本究竟需要什么 怎么样才能更深刻的理解雪姨机器队友 让我们不多废话 先从雪姨的武器选择讲起 在雪姨的光追选择方面 我们首选鸣记于心的约定 其优点是非常容易面板低液 提供30%的暴击率 是广大雪姨玩家的首选 它的缺点是需要考虑实战循环 因为鸣记暴击率BUFF仅持续两回合 想要鸣记全覆盖需要停云霍霍等辅助 并且这枚光追的获权难度并不低 仅在限定持有出现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鸣记于心的约定 每少一点精炼会少3%到5%的期望值 我们的第二选择是 继一味心神的陨落 它的优点是相比于鸣记拥有更高的白质 不需要考虑覆盖率 并且它是一枚完全白嫖的光追 你不需要投入太多的抽卡资源就可以获得 它的缺点是 雪姨太缺双暴驱 并且暴击非常难毕业 在有花火并且与鸣记相同暴击面板的情况下 才可以持平鸣记的伤害希望 在非花火队伍里 如果配平心神与鸣记的暴击率 心神会差3%到5%期望左右 如果在有花火的队伍里 在花火提供了非常高额的双暴区间的情况下 如果配平心神与鸣记的暴击率 心神会反超1% 但是心神一旦在暴击率上持亏 就会完全比不了鸣记 如果这两个光追都没有的话 可以选择在蓝天下作为替代品 考虑到其覆盖率后 其dpr显著低于心神与鸣记 在高压环境会比心神和鸣记低10%到20%dpr 所以并不推荐作为毕业光追要也使用 雪姨的武器选择 就到这里了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雪姨的仪器选择方面 在套装选择方面 现在看来雪姨的仪器外圈只有一种选择 那就是量子套 不过在打非量子环境的时候 且配置较低没有健康对友时 二击破加二攻击与量子套的差距 只在两到三个磁条之内 但也让雪姨喝不到超击破的汤 这里并不建议大家玩暗加二 只是当成新手过渡比较好 让萌新的雪姨不要去强追四箭头 再接下来是内圈 建议雪姨天赋有240增伤 并且实战内雪姨增伤程区稳定在400以上 所以内圈的8%暴击率更为重要 这里只推荐萨尔索图与繁星竞技场 繁星与萨尔索图的差距理应不超过两个磁条 在主属性选择方面 这里注意的只有一点就是你进战斗的面板不要超过240击破 因为超出的击破并不能作为增伤磁条给雪姨受益 雪姨是以为执伤为主的主C 一般情况下代名记就是攻击鞋、攻击绳、攻击球 代心绳就是攻击鞋、击破绳、攻击球 这里带大家梳理一下非仪器的击破来源 雪姨行计提供37.3% 软煤提供20% 雪姨寺命大招提供40% 铭记于新的约定金武提供56% 钟表套提供30% 所以在带铭记于软煤的情况下 雪姨的白反击破就达到了183.3% 击破绳提供了64.8% 代表扶持条一点击破都没有都超过了240%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阵容测算 击破有没有超过240%就好 接下来讲一讲非一般情况 速度鞋,括号花火 雪姨是一个战技、追击、大招三分天下的主C 一般来说三者的伤害不会出出太多 带不带速度鞋我们需要考虑多动物会给雪姨带来什么 如果只是为了多打战技,这并不值得 因为战技的收益是三种雪姨输出方式里面最低的 让我们来展开讲一讲这三种技能 战技,主目标154%的倍率和2点血刃 副目标77的倍率1亿点血刃 并且这副目标倍率有的时候会打不满对3 或者打在没有意义的召唤物身上 大招,主目标270的倍率 有自带的超高额增伤 四点血刃即可达到最大增伤 每一点提供16.8%的增伤 使增伤可以增负停云的赤幅 最后是追击,三段99倍率 一命提供40%的增伤 每段0.5血刃,每段随机锁定敌人 不会攻击已死去的敌人不可跌成 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种攻击模组 我们要尽量保证追击与大招的释放频率 而战技的作用就是跌成与回能 而不是为了伤害而多动 那答案显而易见 在对方是量子弱点的情况 或者是在银狼的情况下 多动收益最大 显然这是在不同配对里 都有不同情况的问题 等到配对篇再详细说说 接下来就是本篇视频最重要的部分 雪姨的队友 我们这里先详细聊一聊 每位队友能为雪姨带来什么 雪姨是一位高情商灵活多变 什么拐得都吃的角色 低情商,除了增商 什么都缺的角色 这里只讲常用队友 先从四星角色讲起 佩拉、亭云 首先是佩拉 她的优点是作为虚无位 并且带有多次攻击手段 在冰落环境中可以辅助跌成 她的缺点是 她给的buff对雪姨有用的 只有减防这一条 现在已经很少带了 除非在强行压配置的情况下 二人生 让我们快速过渡到亭云 亭云伟大 不必多艳 亭云对于雪姨来说 解决了诸多难题 她的充能让雪姨大招更加高频施放 更多的大招等于更多的追击攻击 让雪姨有着更高质量的出手 亭云的附加攻击很特殊 她是可以吃到角色自己的增商的 而好巧不巧 雪姨的增商区非常包扎 所以这里 亭云作为一个倍率管 给大家附赠了一张雪软停货的输出占比图 大家可以看到 顶图里的黄色就是附加伤害占比 在雪姨队伍里做到了四分天下 更不需要说555的含进量 亭云多次触发555拉条 可以让花火有更多的出手次数 或者是让雪姨不对速度 也可以做到有着充足的出手次数 现在又可以与枝羹鸟联动 亭云的含尖量一直在提升 亭云在雪姨队伍里就如同润滑记一般 少了她仿佛怎么样都堵堵了 她的缺点嘛 作为四星上限不够告 在低筋的情况下是一定要带的角色 但是往上就会逐渐跟不上有命做的五星 哇这真是缺点吗 四星就这两位了 因为现在的五星越来越强 很多四星也没了出场衣柜 接下来就是五星角色 五星角色已有 软梅、花火、枝羹鸟、银狼、霍霍、浮玄、铜鞋 鞋主角 我们首先来聊一聊软梅 这简直是一位让雪姨离不开的辅助 浑身都是宝 但又让人捉摸不透 我们来详细说说她 她的优点 最应该第一个提到的 想必大家也能猜到 就是基布尔效率提升 这可以说是在非量子 非银狼环境下的必备条件 在雪姨默认六魂情况下 天赋视为六成即可触发追加攻击 而大招是四成薛刃 吃了软梅 刚刚好六成 能够直接触发追击 相信大家玩过雪姨的 都忘不掉大招加追击的爽快感 在辅助不能帮忙疊成的情况下 雪姨一旦亏损追击触发次数 那雪姨会变得非常卡瘦 一次追击可以高达20万伤害 这对于雪姨来说不可忽视 第二 便是大招提供25%抗传 这部分可以说是星铁最稀有的独立程序 任何阻值都不会嫌多 第三 食速度 这10点速度让花火的要求进一步降低 或者让雪姨很容易就能达到 五五首轮两动的预知 也是不可多得的极致拐 第四 全队20击破 而战绩68增伤 并且可以带钟表套进一步增伤 提供一共118的增伤区间 虽然说雪姨是一个增伤区很爆炸的角色 但是在满拐后击破准增伤的受益 和攻击受益其实区别不大 不会有所谓的稀释严重 这么多优点的角色 那肯定有其缺点 首先就是她的大招 她并不是一个百分百覆盖率的角色 这对于所有主席都是这样 但 好在雪姨并不是一个平滑输出型角色 雪姨的爆发集中在大招接追击这一下中 刚刚的输出图也能清晰地观察出 有明显的波峰与波谷 这点可以通过排轴来规避调 第二 就是残眉战 残眉战会给对怪物推调 这对雪姨来说可以说是致命伤 在雪姨无法一次击破就杀掉怪物的蛇 雪姨会处于非常尴尬的刮杀阶段 这一点在低链或者低筋带生存的情况下尤为明显 残眉战可能会让你的回合数硬生生被拖到下一回合 值得一提的是 激破效率增加50%不等于二爆叠成效果提高50% 由于雪姨的削刃不是整数时二爆向下取整 辅宫的一削刃变成1.5削刃叠加的天赋层数是相同的 战绩2主目标变成3 大招4变成6 因此和软眉组队时尽量别用平A破刃 平A和战绩的副目标都会导致亏0.5刃 激破效率提高也会让辅助和雪姨抢刃性条 辅助的平A会导致雪姨亏0.5刃 战绩会导致雪姨亏2刃 最尴尬的情况下会给雪姨剩一堆不是整数的盾 经常会导致天赋5-6的情况 同时由于暗命雪姨的追击攻击 无视弱点本身容易亏刃 软眉的激破效率提升放大了这一亏损 雪姨的队友无论一次破多少刃 都只会给雪姨叠一层 因此在不贪击破伤害的情况下 可以把那些0.5刃留给辅助击破 比如银狼 银狼这一类的虚无辅助 在配合软眉的时候会非常卡手 因为银狼会消耗掉非常多的韧心条 但只给雪姨一层二宝 雪姨是非常不愿意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在回到长线作战时打的总成数 没变或者变少了 所以软眉和银狼的定位都是加快雪姨叠成 并且他们两个在某种程度上 配合需要很精细的排走 要不然就会很尴尬 这也是为什么明明两个都在帮雪姨叠成 却非常少见 有雪姨同时带他们两个 他们做到了1加1等于1的感觉 接下来讲第二位无心辅助 花火 又是一位让雪姨离不开的角色 为什么 因为他给的时代太多 雪姨是一位极其匮乏双爆的角色 并且在速度方面也不适合专门去对 让花火完美解决了这两点问题 俗成花火就是主C的速度鞋 雪姨在毕业的情况下 带铭记花火双爆面板都可以达到恐怖的100-300 他最特色的能力就是他的战绩 提供50%的拉条与超高额爆伤 我们分开讲 先从爆伤讲起 一个毕业练度的0加1花火 在有花砖的情况下能提供10-128的双爆 伤害提升幅度在100%以上 其战绩的另外一个能力 50%拉条 让雪姨每回合都可以至少多出一栋甚至两栋 同样0加1的情况下 在量弱环境 雪花的DPR会比雪软多25%左右 在非量弱环境 花火会比软煤多5% 这就是在凸显 单纯的多栋对雪姨意义不大 一定要可以叠层数 战绩才算真正的高手翼 缺点嘛 对于雪姨来说 几乎是纯素质提升 没有带来机制上的质变 在非量子非银狼环境的提升非常有限 DPR甚至都比亭云低很多 括号 我们组合里雪亭与雪银断牙领先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位辅助 枝羹鸟 枝羹鸟对于雪姨来说是0T不带生存才会考虑的辅助 挂好非霍霍 0命的它大招回能在长线作战中 非常不适合学艺 但素质给的足够 如果考虑到队友多触发附加伤害 与0加1的花火差距是低10%DPR水平 它的优点嘛 从它最特色的拳队拉条说起 它的拳队拉条对于雪姨来说无非就是和花火类似 都是在让雪姨自己多移动 但是拳队拉条对于银狼来说会很不一样 这一次拉条可以让雪狼 组合在雪姨爆发之前两动 在混沌多数是对双精英的情况下 鸟银组合可以强行制造量子环境 大大解决了银狼的毒点之一 第二点大招附加伤害 虽然说雪姨的攻击次数没有和追击队一样多 但如果能频繁出发追击 鸟的贡献也能不低于20%的输出 我们四星角色的深版差倍率低的劣势就要拿五星来弥补 第三超大倍的攻击力并且这是全队攻击力 雪姨现在来讲攻击力不是很稀缺的属性 但无奈他给的多呀 只跟鸟提供的一千多攻击力能让雪姨可以开始考虑速度鞋等情况 这点在配队里再展开讲讲 缺点 在2加1之前不带霍霍或者等价等充能手段大招极为卡手 就算有2加1也要有银狼停匀这种辅助充能型角色或者多攻击次数角色 来辅助充能才能做到不断大 第二 拉条对于软眉或者一些自身回合buff通仙来说是纯粹的副手艺 这样是软眉本就不多的大招覆盖率更低了 就这2点缺点几乎断绝了只跟鸟在雪姨队伍里面的泛用性 第四位银狼 对于雪姨来说量子弱点的提升非常之大 银狼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可银狼本人可能是因为开服角色在设计方面很保守 所以使用感受很差 银狼的优点吧 首要就是挂弱点机制 这对于雪姨来说是从0到有的区别 同一套阵容 有无量者弱点 雪姨的DPR就会差出一倍还多 这就是量弱对于雪姨的含金量 挂弱点还能拉高量子套的收益 银狼单单一个挂弱点的战绩的提升 就可以做到33的减抗与18的减方 对单争议极其夸让 更不要说大招同样多了45%减方 银血可以做到73的减方 如果再加上花的二命或者软的一命 就可以做到接近百分之百的减方 达到收益最大化 第二也是很多人忽视的一点 银狼本身倍率很高 他在雪姨队伍里也可以承担一部分的输出职责 只需要一点点的暴击率 银狼就可以做到10%的输出占比 银狼在以前是要通过高 速和风套来保证弱点大招覆盖率 但是现在有了枝羹鸟 可以很轻松的做到高覆盖 也就有了更多次条去堆输出 并且枝羹鸟可以给银狼大量攻击力来输出 它的缺点吧 第一就是大招充能 在没有回能手段的情况下 银狼大招覆盖率很低 比较刚驱异命来润滑循环 第二是银狼大招薛韧太高 有时候可能会抢雪姨的韧性条 不过这一点可以通过优化牌轴来避免 在敌方高位站位行动前 可以使用银狼翼大 雪姨大招加雪姨追击的丝化连招 一共10.5刃 如果有软眉的话 一共是15.75刃将其负论 虽然亏了雪姨天赋 但这种打法对于灵涕以及高压环境有重要意义 第三点 在没有第三个量子队友时 挂弱点几率堪忧很容易挂错弱点 这也是老生常谈的问题 那银狼到此结束 我们来看生存位 第一个生存位就是霍霍了 霍霍可以说是雪姨唯一指定强度生存位 雪姨和她的队友都是极其依赖大到释放频率的决策 我们首要来看看霍霍的核心机制回能 霍霍高速带等价 给队伍的充能在长线作战中 是别的生存位完全无法提供的 霍霍提供的20%回能能给循环带来质变 对于软媒 直灯鸟等 从一回合真空期变成无真空期全覆盖的强度 关于充能细走则会在配对片里 分析霍霍对于队伍的贡献程度 第二是大招攻击力 40%的大攻击 对于雪姨来说也有近10%的提升 这点可以说是充能负重的优势 对于霍霍其他优点 本视频不多做讨论 主要针对对雪姨的输出受益 缺点嘛 耗点相对较高 但雪姨队伍一般都会有管煤或者花火 这类产典型服务 接下来讲的第二个生存位就是浮玄了 是日常使用的一把好手 可以应对一些低输出压力环境 优点嘛 第一高生存能力 浮玄的生存能力不必多言 可以说是现在三大五星生存 宝人最没有压力的 雪姨作为四星生板很脆 有时候会出现暴毙的情况 浮玄可以保重 第二 浮玄提供的十二暴击率 对于雪姨来说 也有良好的降压药作用 雪姨带新神的情况下 很难去对暴击 对于雪姨来说 玩起来会很舒服 第三 可以组量子弹剑 哇 谁不喜欢看量子对的 缺点嘛 没有机制管 也带不了等价交换 对于雪姨来说 基本上只是一个备选方案 并且浮玄的大招 全体高额悬刃 但只能给雪姨叠一层 这对于雪姨来说是极微不利的 所以要选择合适的释放时机 避免强雪姨的韧性法 最好的使用情况下是 对多个纠缠状态下的敌人叠成 最后一位是我们的同鞋主角 这是最后拿出来讲的 因为超级破玩法并没有经历太多时的 不过就目前来看 超级破雪姨刚需量子落点 在非量子环境表现不是很亮眼 但其素质够到 其实在DPI方面 只需要有虚速落点 不管有没有量子落点 如果与停软组队 就可以超过01花货 因为铜骨在超级破队伍里 其实是类似双C型态 但如果脱离了量若虚构环境 这个队伍就没了上场机会 很多准备练雪姨的人被误导 直商雪姨需要很高的双棒面板 才能去玩 而备战超级破 直商雪姨的面板 其实要求并不高 60-100也能玩 如果有花火的话 面板还能更低 如果只是个量子对策环境卡 练超级破雪姨也行 如果你是缺主C或者真爱雪姨 推荐直商雪姨 直商雪姨 直商雪姨比起没环境 就得仓管的超级破雪姨 适用性太强太多了 关于超级破雪姨的很多表现情况 需要更多的环境来整 不容短期见解释 超级破奇迹在打量子落点时 需要雪姨这位击破伤害手 但是雪姨并不绑并超不破 在搭配同组时 沙金与加拉赫尔就成为了最佳生玄学校 沙金的高尔雪姨可以帮助快速打入破刃状况 很克制一些守备怪物 例如量子霸王龙 而加拉赫代等价交换 通过自拉条能为队伍带来 类似于霍霍的回能效果 同样的超高雪姨效率 在雪姨超级破队伍中 可以应对有火弱点的情况 那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耐心观看 如果有不同的见解或者 对雪姨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阿普组会尽快的做出下一篇 关于雪姨的配对情况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雪姨本是一种白鸟 也是齐瓶上白鸟的别称 选他做代号 代表无心意已决 扶珠吧 耶 黑 不过耳耳 黑 诚实王室 乳魔 必诛 《不适合人偶的职业》 这本小说乳科有读过 不知是何人以无为原型写下的 怪在